下晃动 来,我们的左手边 这个岛叫做爱情岛 从天空五上看来 五下看下来 它是一个爱心的形状 是一个自然岛 那这个岛呢 什么人都可以上去 只有一种人 没办法上去 也不可以上去 就是情人绝对不能上去 不然爱情一定会 岛 所以叫做情人岛 那现在这个岛呢 给谁住 给我们的贵宾住 岩崇西伯利亚来的绿头鸭 那个 那个凉亭是他吃完休息的地方 那那个三角形呢 是他的饰料的地方 来看看我们那边有一个 虽然是破旧的房子 可是他是一个历史的城基 叫做老兵的家 来 现在呢 我们进入第一个第一水道 第一水道呢 是他自然水道 从这边过来都没有什么建筑物 人类的建筑物 现在开始都是自然水道 那那个老兵的家呢 是老兵呢 跟着政府牵台 来到台湾呢 他在东山退伍 退伍以后在东山做生意 认识了一个女孩子 两个人呢 恋爱了 可是在三十几年的时代呢 那时候 父母都不希望自己的女儿 嫁给谁 老兵 老兵啦 我们就叫什么 老老 老兵 老兵 你怎么听到 我小时候经常听到这句话 看我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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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那時候呢,這一句話其實我那時候還小,不懂意思 那是時代的歷史故事 可是現在呢,後來的人都怎麼樣? 老子都比較痛,對不對? 都不用煮飯 都不用做什麼事情 所以後來呢,很多人都真的怎麼樣? 要嫁給什麼? 對 所以呢,這時代的故事,不一樣的時代 不一樣的堅坐,就產生不一樣的故事了 來,我們這個水庫呢 供應新穎堂堂置場在使用的水 可是90年呢,因為堂業不景氣 台灣的堂業呢,堂場都關掉了 只剩下兩間,一間 兩間藏被堂場,一間在哪裡? 海南市的哪裡? 散化 一間在雲林的哪裡? 無尾 這兩間就在戰備堂場 為什麼要有這兩間戰備堂場? 因為呢,你假如連續十年不做的話 鄉鄉,沒有堂堂到進口 民生必需品,沿岸堂都是必需品 那會怎麼樣? 沒有人會駐堂,沒有人會駐園 所以還是,不管怎麼樣賠錢還是要讓 你看,二十年前的堂一斤二十塊 二十年後的現在一斤堂也二十塊 那不是這樣 所以呢,堂業的不景氣 變成人空檔的出現 造成怎麼樣? 堂業的不景氣 從這邊呢,拍過去 你看看那個回轉道很漂亮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